謝謝主席,請主委 請董主委 委員好 主委,我想在進入今天的業務之前 先跟妳問一個 妳的專業 過去在來到退府會之前 是擔任海軍總司令這樣的職務 海軍司令,是 對,那麼對於潛艦國造這個議題 其實國內也討論很多年了 那在多年來一直跟美方 希望能夠以採購的型態 來取得我們現在國軍所需要的 一個潛艦的作戰能量 一直碰到非常大的困境 基本上是有意願提供給我們的 但是他做不到 那對於潛艦國造 其實我們大家在過去這兩年 我們新成立的外交國防委會 其實也都有所討論 甚至有委員直接到一些造船廠 去做考察 所以我問妳 從妳的專業的角度來看 妳認為國內是有能力 有能力自製我們所需要的潛艦嗎 應該說潛艦的建造 它是高技術的 但您所提到一個很關鍵的字 就是我們需要的 我們需要的這幾個字其實是蠻關鍵的 那能不能夠做得出來 所以我就直接問說我們有沒有能力做出我們所需要的潛艦 我們自己的話 我們還有很長的 還有一段路要走 但是國見國造 我認為這是一個正確的路 我們應該要這樣子去做 所以你認為以現有的capacity 是信心不足 還有需要從國外引進相關的技術 那這個技術其實我們 當然不是你現在的業務 但是不管是國防部 或者是上次金普聰代表回來 都詢問這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到底有沒有直接積極的去跟美方來洽詢 這個技術轉移的可行性 但是目前其實他們都在迴避問題 並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那目前也沒有看到這個政府 對這樣的一個政策去做很明確的主張 當然這個我還是要講 這現在已經不是你的業務了 但是我想整個國防的需求 還是應該要大家從最專業 跟我們國家所需要的角度來看待 那有些事情是刻不容緩 應該要來儘速的 如果一條路確實是走不通了 我們就要去想其他的一些變通的方式 跟其他的alternative 好那現在就針對我們的業務的內容 其實我們在上個會期審查預算的過程當中 本席還有其他幾位委員 就對於這個你們編列健保補助的預算 甚至有許多重複投保的這個現象 提出了質疑 我們也凍結了3000萬的預算 那根據我們跟這個退府會所要的資料顯示 當然過去這兩年在 其實這一開始也是審計部提出的一些缺失跟疑點 那審計部也提出了糾正你們有關這個重複納保 跟這個補助的這個問題之後 你們在101年102年確實也有去做一些調查 跟這個去做處理 那其中包括重複投保 或者是說已經亡顧了但是沒有退保 我們還繼續再支付他的健保費用 等等其實浪費了非常多的資源 我初步請辦公室做一個計算 光是101年102年 光是被你們有查到的這些 幾乎國家就省下 幾乎我們就省下了1億以上 一年單一一年就1億以上的這個經費 那顯示說確實是有浪費的問題 今天如果不是審計部提出這個疑點 若不是我們在委員會這邊也提出這樣的一個壓力 讓你們去確實做調查 那我現在要了解的就是說 我們101年1萬2千多個包括這些重複投保 已經亡顧但是沒有退保 或者是已經簽出國外的 就是說我們不需要再去支應健保補助這些人 扣除之後總共2萬多名之外 你們這個年度還有沒有繼續要再去做這個篩選調查 那你認為還有多少人會有這樣的問題 我們會持續的做這件事情 但這個我請我們承辦的就醫處長跟你們報告可以嗎 委員好,我解釋一下 其實這是我們一個主動集合的機制 也就是說對其實 那你們是101年才開始做主動集合的這個工作嗎 至少你們給我們的數據是從101年開始 就過去這兩年才有 十幾年前就開始 但是我們100年之後是有一個很完備的資訊化的管理措施 所以我們每兩個月我們就會跟健保局、勞保局去核對 這也是讓我很納悶的地方 我們明明已經有資訊都電子化了 那我們電腦的檔案跟健保局的電腦檔案 難道沒有辦法直接去做自動化的整合 還要你們一一去做比對 包括已經死亡的 他戶籍已經除籍的 或者是已經出國 我們入出境的這個管理的整個電子化的系統 我們還要一個一個月 每個月去查 前年查出一萬兩千多個 去年有九千多個這樣的一個案例 那今年可能數字會稍微下降 但是我們還要花多少的人力去查 難道沒有一個自動化的一個接軌的系統 是可以自動就告知我們自動這個費用就去剔除 我們以後不用再編列這個預算嗎 這個已經算是一個質詢的交換的自動的核對機制了 也就是說因為很多農民原來是沒有職業 你如果說已經自動化怎麼還會發生過 明明已經死亡的我們還在支付他的健保費呢 是因為他沒有去報戶籍的資料 家人沒有去更改還是怎麼樣 怎麼會發生這種資料 跟委員說明一下其實重複投保這個字眼可能定義下的不對 因為我們就是這樣子 我們只要一勾集出來 他從哪一天開始不符合這個身份 我們這邊副導會是一毛錢都不會去支付他健保費的 所以說這叫做立刻停止 你們有Category說已經頑固但未退保 他未退保意思就是說 持續在一個被保險的狀態嗎 查出來我們會追溯到那一天一毛錢都沒有付 那我現在就問你這個查查的機制 你說是自動化的 可是為什麼已經自動化了 我們還需要去做 每個月都還是會發生這麼多 已經明明已經簽出國外的已經死亡的 理論上你現在自動化的 就已經可以現在所有的案子 全部就過濾出來 在我們眼前了嗎 報告委員我們查出來的結果 你每個月都還是會有一些新的案例出現 我們查的目的 我們在支付給健保局的時候 我們不支付這個錢 所以說並沒有說重複支付的問題 我們主動查完以後 有沒有新增的案例嗎 還會有新增的嗎 如果有新增的就表示現在的一個電子化系統是有問題的嗎 因為有個時間差 因為他有時候他有工作沒工作 他可能過一兩個禮拜他才去投保 所以中間會有一個時間差 他工作跟投保 不管怎麼樣我們希望是最有效的這個方式 不是人格 而是真的 我們都已經高度自動化的一個政府體系 那你每一年居然都會多了一億以上的經費 是在這個重複納保的這個 這個補助的額度裡面 我想是一個資源的浪費 另外在這個主委在請教 這個在過年期間 我們看到一條新聞 在報導這個海外的榮光會的一些抱怨 他們說呢 因為我們立法院刪除了一部分的預算 害他們吃飯 要從致富要從10塊錢美金 增加到20塊錢美金 這個報導還評論說 中國現在一直在接觸 這些人可能會去投共了 有這樣的影射在裡面 主委我看這樣的報導我非常的難過 在國外的這些春節聯誼活動 自己去花個20塊錢 我們刪了一點錢 他從10塊錢變成20塊 他就要去投共了 如果真的有這樣的心態 這些人是沒有國家觀念 沒有忠誠度的人 委員你講得非常對 我實在是瞧不起 如果真的他們真的有這樣的觀念 我真的瞧不起這些人 其實是這樣子 我們也對於這些報導 我們也對每個榮光會 因為預算被刪減 我們也告訴大家 你全國大家都在勒緊褲帶 不是只有海外的榮光會 吃飯要從10塊錢變成20塊錢 我們國內多少的這些弱勢團體 也是需要資源一直在刪減中 您講得非常的正確 所以我們也去查證這些事情 我們認為是可能是媒體的報導有渲染 因為我請我們的督導參試跟您報告 我們跟每一個榮光會 都打電話發 e-mail 我希望這個要確實的去做一些處理 我不能接受說因為他們要致富的吃飯錢增加了 忠誠度就要去投共 我想這樣的行為是不該是軍人該有的國家的忠貞的觀念 真的是會讓人瞧不起 反倒是有一部分其實我倒是要肯定 像我們的中央軍校旅美同學會 我們有一個會長張國威 上次去紐約有碰 我覺得他的觀念就非常正確 他甚至他也有很多的發言 包括中國如何在滲透喬舍 我想這樣子的人 我是我敬重 我也肯定對國家的忠貞 當國家有困難的時候 我們大家經費少一點 大家還是非常強調對我們台灣 那他們心中的中華民國 這樣子來效忠 這樣子的精神我是可以肯定 但是如果說是因為資源 你這麼容易就會去投共 我真的是非常的不屑 我想這個問題 我們還是要做好 不要說因為這個問題影響到 我們整個退伍軍人的國家認同 更不要影響許多在國內的 我們的台灣人民 如何去看待這些退伍軍人 我想這樣的一個社會對立跟衝突 是不必要的 沒錯 我非常認同 所以我看到這樣的報導 我真的是 應該是媒體的渲染 因為我們也去查證 也跟這些都 榮光會的會長們也都通過電話 這個我請我們 小伙伴可以跟你增加報告一下嗎 就這個事情發生以後 我們去查證去澄清了 事情狀況不是那個樣子 他們是說這個以往有的 以往有的我們給他這個錢 也不是說讓他春節吃飯的 如果有 那為什麼他的通知書裡面 他找大家來吃飯過年的 裡面還要寫一大堆有的沒有的 罵說台北的政爭延燒 馬王之間的政爭延燒到他們海外 影響到他們吃飯的錢 我剛剛跟委員報告 為什麼同志書還要白紙黑字寫書這些東西 事情的狀況 事情的真相 完全不是那回事 跟什麼立法院呢 完全沒有關係 主要是政府的財政 現在縮減了 縮減了以後 完全沒有關係 他們還用這樣的字眼 但是現在我們澄清的結果 影響到國人的團結 也影響到海外喬社的團結 我們也了解到這個現象 這個是走偏了 所以我們澄清以後 現在許多榮光會都回復我們 就像委員剛剛所講的 不管國家狀況怎麼樣 他們對中華民國的忠誠 絕對不改變 我想這一點是非常重要 你真的要 國內的各種的 傳統的各種的對立 我們總是希望 我們面臨更強的 這個外來的威脅的時候 要有更團 然後對於國內財政 現在的一個共體時間的精神 如果說真的有不能包容跟接受 我覺得這樣的人 真的我們 我們也是相當不以為然 但是我相信這是少數人 如果是這些領導幹部少數的作為 我也希望你們去加以溝通 讓他們知道說這樣的一些言論 其實對國內 對整個榮民的形象 其實是有傷的 我希望這一點他們也能夠了解 對 他們都知道 謝謝小委員